1976年4月5号 北京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以后 把邓小平再次打倒 这个全国这些农民大妈 就在田边学习最新最高指示 打倒邓小平 这个死不会改的 他妈的修正主义头子 反击右倾方安丰 保证毛主席的红色江山文化大规 成果永不变色 我看这个大妈大嫂 立谢心思生思 好像如果邓小平走在他面前 恨不得邓小平活八皮 把他给吃了 对不对 但是没过两个月 活住四人帮 他妈的 这个江青变成白骨精 又是同一批大妈走在街上 打倒江青 打倒张春桥 我们什么庆贺第二次翻身解放 坚决拥护华主席 什么叶建英副主席 什么什么 过大半年邓小平又出来了 一看见 老邓又出来了 好啊 现在我们认识过得好了 让我们搞乡镇企业 让我们修理自行车 搞一些小生意啊 你说我们香港人就采访 就像邓小平服出日子 过得好不好 好 好挤了 现在这个吃饭的有肉 现在两票慢慢又不要了 这个好像你这面孔很面熟啊 这两年前你不是就拼命大汉 打倒郑小平的吗 对不对 敲锣打鼓的吧 同一帮人 同一帮人 这种人民好统治 我跟你说 这个千百年来很多代 大多数的鲁迅眼中的中国百姓 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不觉得 这个是个大问题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金生白骨堆 这个气候一变 人变成鬼 气候再变 鬼会变回人的 根本在中国人社会 人 鬼 兽 这三者之间 有时候界限不是太鲜明 对不对 所以我 这个我不担心 所以这个嘛 听你好的 讲到 当然 这个我说个说话有点坦率 可能有些人 听上去不是太 不是太舒服 对不对 不过我是实话实说 对不对 我心里的感受 我自己去说出来 所以长远我对中国人民 中国人呢 还是抱有希望 整体来说 数值不怎么样 但是人口基数大 有13亿 这里头一定有非常厉害的人 有时候我跟美国朋友 有时候喝了两杯 我跟他说 你说句老实话 你真想中国人会得到民主自由 跟你们美丽建合中国一样 如果中国有一天 在宪法跟你们华盛顿的一样 像你们美国这样完全自由 你不担心吗 那个时候全世界就是中国人天下 因为你们有一个死批宝 中国有十个 你们有一个他妈的这个盖子 中国在山沟里头生下来的这个天才 就有50个 现在这中国的最厉害的精英 其实被中共这个制度 死死压在下面 但是这个制度的头头 不听你们美国话 你们美国最好是有个巴列维谷王 马克思总统 或者是什么越南总统的 这个来越这个吴廷燕 维持一个 英文叫convenient dictatorship 就是说方便的独裁 方便谁 方便美国 听你死话 也不要把人民压得这么死 压得恰到好处 但是这个头头要清晰放 像以前朴正熙总统 蒋中正50年代的蒋中正总统 然后这个吴廷燕跟这个阮文哨 不过这两个水平不行 这个或者是李光耀 这对美国最好 说实在你千万不要让中国 享受像你们美国一样的民主跟自由 否则你们整个西方文明完蛋 一定会被这个地球会被中国人统治 不过但是那个是另一种状态 但是我不认为这一天很快就到来 甚至会到来 对不对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您今天这个后来的反讽挺好 应该这个让习近平听到 这个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这是我跟你说的 您不要让他听到 不要千万不要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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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